9月5日陈奕迅在香港召开记者会 就此也即将在10月举行的演唱会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伴随着印度风格的音乐 几位身则妖妖的舞娘陪同陈奕迅一起出现 这个出场就非常的特别 后来奕迅表示自己一直觉得印度的舞蹈性感又令人开心 希望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音乐里增加一些不同的元素 好 好 谢谢 谢谢 站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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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要靠近一点 快点 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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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靠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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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舞蹈者 谢谢各位朋友 我一直很想做的就是可以比较新鲜的就是那个Bollywood Bollywood 就是那个印度舞 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因为之前在那个人神斗 我只是做过一个演唱会 那个有做过类似的 跟那个范小璇那个 有一些这样的肚皮舞啊什么 所以觉得那个蛮有趣 而且这个为什么那些人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印度舞其实蛮 蛮erotic 蛮性感的 蛮骨子里的 其实也不算不止的 不止骨子里 其实也蛮性感 蛮开心的一个舞蹈 所以 希望可以放到那个音乐里面 为了准备演唱会 陈奕迅一直都小心保养 连原来很喜欢的落味也基本不再接触 身体也一直在努力的锻炼中 只希望能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态 迎接连续12场的演唱会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现在的心情会有点紧张 就是说因为没有做过那么多长的 连续这么做12场 所以我现在最主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状态 不要生病啊 可能吃的可能要小心一点的 我很喜欢吃辣的 那现在可能少一点 其实也尽量不要了 油的东西 肠胃也不好 油的也少吃啊 多做运动啊 抵抗力会好一点